答案是会 通常来说 男生对于结束一段关系的凡是糊 女生要长 但不代表他们不会因为失恋而感到痛苦 其实跟女生一样 男生也会被批语为 在很多亲密关系当中 女性因为善于表达 更容易成为精神的主导者 而很多男生因为不会表达 对他们的情感诉求 长期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状态 最后解释了为什么 其实一段失败的恋爱 在男生心里流下了阴影 比女生的要绵长许多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负面情绪只能够自己消极 有很多人甚至因为钻牛角尖 好几年都走不出来 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 明明自己没有做错 却不停地在道歉 最后被分手 还觉得甚至极不够好 这个世界上存在男性狩猎者 也同样存在女性狩猎者 对受害者来说也是一样 只是好笑的是 好女生似乎永远无法碰到好男生 所以彼此都觉得 这些伤痛满了坏人